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低温还不会太低 16 17度左右的幅度 但是各位要注意 这个北冕台风 目前来看的话 它其实还在成长当中 那它已经有跟外围的一些低压开始整合了 所以预期呢 它在接近到菲律宾的过程当中 还会持续的成长 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的成长的速度呢 恐怕会很快的发展起来 这个呢 后面也还有可能会有台风 不过下礼拜再来观察 预计它走的还蛮慢的 而且呢 未来这几天 会稍微慢慢的往西边 接近到菲律宾 可能是下礼拜二三的时候 接近到菲律宾 但是呢 要注意 我们这边大概呢 礼拜天下半天 晚下半天到晚上的时候 又有一波冷空气又在下来 又转为东北风的天气 东北风就是东北不迎风面 偶振雨 这一波呢 会很强 整个对岸中国大陆呢 它大概会有 将近三分之二 或是到四分之三以上 都面临到冬天的定义 那这个外游水气呢 接近到菲律宾的时候呢 可能是礼拜二到礼拜三的时候 可能会提供我们这附近 颇多的水气 所以到底如何影响 就是下礼拜最关注的焦点 所以下礼拜呢 这个台风跟东北风 或是说原来的冷高压下来 如何交汇 就是一个未来下礼拜的重点 这个有很多的变数的空间存在 后面呢也还有第二位发展 那这一次呢 冷空气降温呢 其实真的会降蛮多的 前一阵子呢 大概就是已经冲到这个长江流域 大概在上海这个附近 但是到下礼拜呢 各位注意哦 从礼拜天开始冷空气 有没有看到这个暗黑的颜色 一直往南冲 冲冲冲冲 当然了到这个南方这边呢 已经会预期会到这个 广东福建的北边这个地方 会明显降温 那台湾就在这个边缘 所以到底会不会冷 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冷一些些 但是呢就要看说 到时候冷空气的动态 冷空气要越过这个台湾海峡 虽然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但是遇到温暖的海域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未来呢 这阵子会降温 那东北部营封面呢 留意这个会有容易有雨势 特别是明天 然后六日会少一点点的 也是营封面的靠山去 有一些雨势 其他地方很晴朗 请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各位注意哦 到下礼拜一二开始 就不一样了 尤其礼拜天的下半天 到礼拜一一二三四 恐怕就是有一些典型 很强的东北风的天气 会有明显的降温 就变得很不一样 那这两天呢 各地就凉凉的感觉 中南部相对的还蛮舒服的 今天晚上 但是南部还是要留意 空瓶的问题 东北部容易有雨 明天呢 其实大致上呢 天气是慢慢的转好 请大家好好把握 大概五六日三天 大概有周末的时候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 我会回温一点点 但是北部比较少 中南部呢 不是太多 但是就是凉凉的感觉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哦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流域比较低的温度 不是太低 但是相对的 这个礼拜来说 它比较偏低的 周末回温 有一个空档 请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多塞洗一下衣物 或到户外走一走 下礼拜哦 等于是礼拜天晚上开始 到整个礼拜 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暴到 预期呢 可能会延续一周 有机会会接近到 冷气团的标准 那这个就有感觉了 而且呢 要留意它跟北冕台风的互动 到底会带来多少的水汽 有待观察 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哦 下礼拜 从这个 你们周末开始的下礼拜 会有点不一样 请大家多留意了 我们来看详细电视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